字幕 niemand不得了 大家好 我是Choser 我現在是用OBS自己在錄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最主要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這個手持的三軸穩定器的一個使用技巧 那為什麼不用直播呢 最主要是考量到大家其實也沒有那麼多賢工夫 待在這個電腦或手機前面看我的直播 因為大家都很忙 所以我想一想還是先把它錄影起來 然後放到Facebook 大家要看的話再去點閱 那因為為什麼會想要拍這個東西 因為我也接到很多用戶 就是說在使用上的一些問題 那我賣這個手持三軸穩定器也有一段時間 那這一段時間我們發覺很多用戶 實際上就是說在使用上還是有一些問題 主要是使用的問題 很多不是機器的問題 那就是他使用的技巧上的問題 他不知道他的特性 他不懂他的特性 不懂手持穩定器的特性 所以呢在操作上可能就沒有辦法 那麼得心應手 那今天大概我簡單的分享一下 就是說怎麼來使用 就麥克啦 你要了解他的特性 其實很重要就是我常常 從以前我2000年開始 就在指導大家用這個DV攝影機拍攝 所以我們常常講就是說 你買了一台攝影機或是買一個工具 你一定要先了解他的特性 才能發揮他的功能 同樣的三軸穩定器這個東西 他不是什麼神器 所謂神器 我拿來要怎麼群魔亂舞都可以發揮他的功能 那不對的 他還是有他的死角 還是有他的誤區 所以我們要先去了解他 了解他的特性 才能好好的運用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介紹就是說 我桌上這個三軸穩定器 大家很熟悉 這個是EC1 所以說不管你用任何廠牌 不管你用任何廠牌的穩定器 不管你是EC1 或是Beholder的 或是什麼其他廠牌的 其實他的每角都差不多 大同小異 幾乎可以說是一樣 因為他的設計完全大同小異 這都同一種設計 只是這個組件 手把稍微不一樣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不管 那首先就是說 三軸穩定器 在使用前 在還沒開機之前的這個 這個我們所謂物理平衡 要先把它裝好 這個是基本上的嘗試 大家買這個東西 你就是先要把它裝好 像有些宣傳什麼 不用調屏 什麼一鍵 就開好 當然也可以 有些機器輕它拉了回來 但是對你的這個電機 就是它這個馬達 大陸說電機就是這個 三顆 很損很傷 因為它不斷的去矯正 這個原理我就不多做解釋 那基本上就是說 在你使用之前 最好是把它調好 像這樣就是調好了嘛 你看我調好它 它就不會倒 也不會往前倒 往後倒 這個是基本 大家都會 基本上我的用戶 買回去之後 大概都能調到這樣 但是有一點 很多用戶他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它的垂直 就是機器越重 它的重心要低一點 就低一點 那怎麼看它的垂直有沒有調好 你假如垂直沒有調好 你在某一些角度的時候 它會很吃力 就會丟啦 這樣子 就是因為它太吃力 所以說會產生一個反作用 或是電機不太夠力拉 那你可以看一下 怎麼垂直有沒有弄好 就是說很簡單 你就是這樣裝好之後 你機器往上這樣看 它會不會往前倒 往後倒 我們側面看一下 就是這樣 看它會不會往前或往後 一般有些 你一轉上去它就 往這邊倒 或是往後面倒 那就是這個垂直沒有弄好 那垂直一般是在側面這裡 各位看一下 側面這一個螺絲 把它放鬆 假如說 你看我現在是調得剛好 你看 這樣就是調到最好 不會倒 你看 斜角也不會倒 也不會倒 這個垂直就設定得很好 那你看我把它垂直再把它調走 你就會發覺 你看 你看我調太上面 就會往後倒 太下面 就會往前倒 有沒有看到 就是說 所以說你看 你看有沒有 我把它放到最下面 你看 它就往前倒 有沒有 你往上調 你看 它就往後倒 有沒有 往後倒 所以說你很簡單 你就把它調起來 看它會不會往前往後倒 就調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像這個位置剛好 把它鎖起來 所以說這個垂直 垂直的部分 就是重心 也不能講 就是重心的部分 一定要把它調好 你重心沒有調好的話 你在某一個角度它會很吃力 除了這個左右的 這個平衡要調好 前後的這個平衡要調好 還有垂直 就是這個重心要調好 重心調這樣就OK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開機來使用 這樣使用的話 機器的負載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其實我們看到很多用戶 他在使用時 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會覺得說 這個機器在轉動的時候 就是移動的時候 好像感覺 比較那個什麼 比較 好像比較 比較 那個 怎麼講 慢 對速度慢 實際上 三軸 手持三軸穩定器在使用的時候 最重要的轉向 是依靠我們手腕 手腕的轉向 轉過15度 它有一個安全區 就是15度 只要移開 就是移動15度 它才會開始做動 才會開始做動 那你在15度內 它不會動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樣拿著走路的話 你看手腕都有時候會晃動 那你假如說太敏感的話 一晃它就轉 一晃就轉 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說 它有一個安全的角度設計 15度 所以說 你看 各位看 現在正前面 你看我的手腕 我的手腕轉動 轉到這樣 有沒有 才開始動 有沒有看到 注意看這裡 我有轉動 它才會走 有轉動 它才會走 所以說 你沒有轉動到某個角度的時候 它是不會啟動 不會動作 好 問題來了 我現在看到很多用戶 他怎麼玩這個 兩手拿 或是單手拿 不管 就是用身體來轉 就身體轉 你看 機器還沒來 身體已經到這裡了 機器還在後面 有沒有 永遠跟不上它 沒有人用身體的 有人這樣 快點快點 身體已經都轉到旁邊 身體在那邊轉 不對 真正用這個身體不用轉 你看我要轉右邊 我只轉這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我轉這個手腕 看喔 轉手腕 有沒有 轉手腕 你身體根本不需要什麼動 我要轉這邊 記得不是身體轉 不是身體轉 你身體怎麼轉 它都跟不上你 不是身體轉 記得 是用 手腕 然後呢 第二我要跟各位講 就是說 在使用這個手持的時候 你最好眼睛是看著鏡頭方向 目標 鏡頭 鏡頭對著你的目標 這個是來配合它的動作 它慢 你就手轉大一點 角度大一點 快 就轉慢一點 很簡單 就是這個原則 你看我看著鏡頭 好 我現在想要讓我的鏡頭到正前方 這樣 你看太慢 對不對 手腕加大 就過來 看到沒有 你看 我只要這樣 手腕慢慢 你看有些人 哎呀好慢 好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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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錯的 你看 我手腕都沒有動 是不對的 是靠手腕 看到沒有 要快 手腕弧度就大 快一點 快一點 就靠你這個手腕的轉動 那所以你看著鏡頭 好 轉過來 好到定位了 好回轉 記得 要回一下 好像動 也有類似我們 開車有沒有 方向盤 你當打左轉的時候 你不能一直打左轉 你是不是要給它回一下 回正 對不對 就是這個原理 你看 這樣子 好 轉右 轉左 到定位 回 各位看我手部的動作 到這個定位 對 回一點 有沒有 回一點 看到沒有 回一下 轉過來 回一下 就是這樣 要快 手腕加大 手腕弧度加大 手腕弧度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 手腕弧度加大 它就快了 要慢 手腕弧度慢 有沒有看到 這就慢慢 很順 好 快一點 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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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很簡單 就是手腕動作 就是手腕 看到沒有 不是身體 不能這樣 我辛苦這樣 睡到 氣氣還不走 不是這樣腕 記得 就是靠手腕 靠手腕 然後眼睛盯著鏡頭方向 看 不足 就手腕加大弧度 不足 就手腕加大弧度 是這樣 這樣拍 這樣是很輕鬆的 而且 它能跟隨你的 想要的速度 去跑 當然 它沒辦法很快 這個我問過 你可以調快 但是會很不順 我試過 你畫面會甩 它為了就穩定 所以說它的速度 是有設計過 就是說 調到這個速度是最穩 拍起來很Smooth 你刻意去調快的時候 會變很機械化 有沒有 甩過來 甩過去 就機械化 就不好看 這樣了解吧 所以說 再提醒各位 使用手持的時候 是靠這個 手腕的動作 去指示它的方向 快慢就是你的弧度大小 弧度大小 不是靠身體去轉 記得不是靠 身體是稍微輔助 但是主要還是靠手腕 這樣記得吧 它有一些玩法就是很多模式 你看 譬如說前面這個是跟隨 對不對 跟隨一樣 手腕下去 回來 記得要回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現在往下面跟隨 要回來的時候 你看有人直接這樣回 只有它傾斜的 它不是到定位 所以你回來的時候呢 回來太快 或是什麼 你大概 角度再大一點 讓它回到正 不是說 回到這樣正了 你看 回不來 有沒有看到 不對的 是要讓它回到正 再歸位 有沒有 這樣下去 好 回到正 要這樣 再拉回來 這樣了解吧 拉一下 拉一下 再把它歸正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另外就是說 各位就是說 盡量不要在它的死區 去 用那個角度拍 有些人喜歡這樣 它是斜的 你看 是斜的 斜的 倒的 你倒你就正的 正的可以 正的比較好弄 你看斜的你看 那個角度就跑掉了 機器就跑掉 這樣是它最吃力的角度 這個是它最吃力的角度 有人這樣 你看 整個都亂掉了 跑掉了 有沒有 有沒有 其實是在某個模式下 尤其是跟隨模式 你看跟隨 所謂跟隨 你看 撫養跟隨 左右跟隨 然後你這個兩個角度到底是 哪一邊傾斜哪一邊傾斜 它兩邊都在作動 就會亂掉 錯亂 你看 錯亂角度 有沒有 這樣玩是不對的 還好你看 你看 所有方向都跑掉 現在是正前方 我們這樣玩一玩之後 它就會跑掉 所以說 你那個已經進入它的誤區 你讓它左右這個Sensor 都已經失去它的標準的判斷 所以說 這個 Beholder這個是按五下 像那個 星雲5100是按一下 它可以歸正 它會找到它原始的那個 起始位置 你看 要找到起始位置 所以說 你在使用的時候 真的要注意 像剛才那樣使用方式都不對 你要這樣 OK 你要選對模式 像你看 在第二 有一個叫鎖頭模式 有沒有 頭鎖住它不會跟隨了 這樣的話OK 你看 這樣的話OK 有沒有看到 用鎖頭 這樣是很好用的 你不要用跟隨模式下 也要做這樣角度拍攝 那你當然會甩 它是左右跟隨 但是前後是鎖頭 有沒有 前後鎖頭 那這可以做什麼 這可以做搖臂的功能 上升 下降 從速從 欸 伸出來 這跟claim的意思一樣 跟搖臂 你看 這樣起來 這樣會不會出鏡 這樣起來 有沒有 頭是在正前方 但是 有時候你舉高的時候 你沒辦法 撫拍 對不對 這個時候 我們的五項鍵 就拇指控 就可以發揮功能了 你看 舉起來 你要往下 扶一下 對不對 有沒有 就是用這個 稍微丟一下 往下 然後 反方向你可以上來 有沒有 可以傾 仰腳 仰腳 扶腳 對不對 就是說 你可以用這個來搭配鎖頭 所以說 其實鎖頭這個功能 就前面鎖頭 左右不鎖 等一下 要按五項 就前面鎖頭 左右跟隨 是 很好用的一個功能 然後加上這個 五項鍵 去做一個輔助 輔助角度的撫養 是很好用的 所以說 各位你要了解它的特性 使用上你就很愉快 好 那還有一個全鎖頭 那當然你可以轉來轉去掉頭 好 現在全鎖頭 欸 第三 二三 這一台是應該第三 我看一下 是不是全鎖 欸這個是第二 欸我看一下 一二三 唉 四按到三 四按到三 七太緊 一二三 好 第三個作用 有了有 好 全鎖頭就是說 它可以把頭鎖定對不對 鎖定的時候你任何轉 因為這個是360度的 360度的 360度的 360度就是說 你可以任何轉它會定在一個位置上 定在一個位置上 那這個是有跟隨 像這樣是叫跟隨 我們常用就是叫跟隨 跟隨 Follow 那 這個我看一下它的 因為我這設定好像有改過 改過之後 三四 三四 Follow 一 一拳鎖頭 一拳鎖 這個方形鍵改來改去 拳鎖你看 它就是 你對好一個方向全部lock的前 360度有沒有 你看 我這樣轉 它鏡頭永遠在前面 所以你在跟拍的時候可以用這樣 這樣子來跟拍 這樣 直線跟拍 那你不行 角度有偏調 就是用這個什麼 五指鍵你就可以用了 對不對 比如說角度沒有很正 你可以左右再把它轉向一下 調一下 那 你要 倒過來的時候也很好用 你倒過來 那鎖頭的話 你跟著跑 它不會 不會因為有Follow 所以它的鏡頭會左右跑 它不會 它直線 所以 一般我們 在 低角度跟跑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這個 全鎖頭 它才不會亂跑 那 等一下我把它歸位 那 假如我們在用那個什麼 轉頭的時候 就反向的時候 最好要 順順的 就中間那個手柄要順著這個 左邊 右邊這個馬達這邊 上來 或是這一邊 你不要斜個15度轉上來 你看 要直的 有沒有 這樣直的堆上來 就很好過來 就很好過來 這樣它比較不吃力 你有的人 斜15度要翻 你看 你看 斜15度要翻 千萬不要這樣玩 這樣容易把它搞壞 你要正正的 有沒有看到 正正的過來 好 來 旁邊看一下 我看一下 看一下這邊 我現在是全鎖 先把它歸 第二巷 好 各位看一下 就是這一根 跟著這個 馬達這一邊 直直這樣過來 有沒有看到 直直過來 或是這一面 我手這樣不好弄 好 一樣 就這一面也是 就是你要順這個 有沒有看到這個方向 不要這樣斜的這樣過來 不要這樣斜的要轉上來 斜的轉不上來 很難轉 是可以 但很吃力 有時候會照進去 所以說 你轉的時候 正正的把它轉過來 因為現在這個是 兩個感應器的 現在比較好用 早期那一種 直接這樣轉它會抖 現在這個不會抖 但是 你還是要 你看順順的 跟它水平的位置 轉過來 會比較不吃力 會比較不吃力 這樣了解吧 就是說 你使用上 要注意它一些小地方 一些特性 其實使用上 你會 事半功倍 發揮它的這個 優越性能 因為 你不了解它性能 你會覺得它不好用 很多用戶買回去 或是用沒多久 它可能機器就賣掉 為什麼 它不會用 因為它不懂它的特性 真的這個好用的話 對你的這個拍攝 是有加分效果 甚至於 國外很多 直接這個 加在這個什麼 單腳上 可以 拉長還可以當搖臂 收起來 也可以這樣跟著拍 頂住 還可以 當做那個什麼 三腳架 頂住 訪問的時候都可以用 然後它還可以攀 它用這個五指控 就是拇指控 這個五項鍵 也可以做一些 你看 轉動 左右攀的那個 而且它攀很穩 是不是 所以說 等一下 要懂得它的應用 我覺得 真的會應用的話 其實可以發揮得很好 其實 真的會玩的人 他不用滑軌 也不用搖臂 用一次這個 三軸穩定器 全部都搞定 尤其我們現在 個人工作室 或是說小製作 人手不多 也工具不多 那就直接 用一台這個 就可以來整個 把它完成你的工作 就是說 小小心得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 詢問我 那有什麼 新的玩法 也可以提供出來 我這個只是說 基本的玩法 基本的玩法 那假如說 更有創意的一些玩法 也歡迎大家 自拍一些影片 提供出來 在我們Facebook上 我可以開放給各位貼 當然你要好東西 你不要 一些有的 沒有的 拍一些有 有 有創意一點 技術性一點的東西 其實大家都可以來交流的 OK 好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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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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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